第三节师生关系 这节课呢我们要学习到这样一些知识点 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里边有大题在 需要同学们注意听 首先第一个 什么是师生关系 那么我们会学到师生关系 它的地位是什么 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来去形容它 师生关系的内容都包含有哪些 师生关系的基本类型 有好的有不好的 再来看良好师生关系建立的途径与方法 在这我们画了一个重点符号 那是因为这道题是常考的简答题论述题 需要同学们把它给背下来 因为我们看一看 它是在说的是良好师生关系建立的途径与方法 这是在告诉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怎么做的问题 而现在的招教考试呢 其实更多的时候都在偏向于实践了 因此跟实践挂钩的题目都需要同学们多去看几点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国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什么 一共就是四个词 同学们能够把它记下来就可以 好 现在我们来去看具体的内容 师生关系概述 那么首先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师生关系 说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 这句话是个长考点 你别看它简单就一句 频率非常的高 我们先来看他怎么问 问你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你就要去选择师生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师生关系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社会关系 师生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当中建立起来的关系 第二个教育关系 这是一种工作关系 教师你在从事工作的过程当中自然就面对着你的学生 这是工作当中产生的一种关系 这是教育关系 这个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关系 那么这道题怎么出呢 如果问大家师生关系当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你要知道就是教育关系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心理关系 有的时候师生关系近 有的时候师生关系远 那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 还有就是伦理关系 伦理关系其实呢也可以把它叫做人际关系 其实它指的是道德方面的关系 道德方面的关系 伦理和道德是相互统一的 那么我们来看 师生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道德共同体 是师生关系体系当中最高层次的一种关系的形式 也就是伦理关系 或者说人际关系 它是师生关系当中最高层次的一种关系 再来看师生关系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同的看法 那么有人认为教师在师生关系当中应该处于中心地位 代表人物呢就是以传统教育理论代表为著称的 谁呀 赫尔巴特 还有苏联的凯洛夫 还有人认为呢 儿童应该在师生关系当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教师应该服务于儿童 这是儿童中心论 也可以叫做学生中心论 在这里的代表人物有卢梭和杜威 这个考点如果考试的话 就是考大家代表人物的记忆 那么我们来做题 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所有关系里边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刚刚强调过这个内容 应该选择师生关系 答案选择A 再看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 他是什么关系的代表人物呢 我们来看看 在师生关系当中 他认为儿童是聚于中心 还是教师聚于中心呢 还有劳动教育 以及活动中心的观点 哪个跟他站边啊 很显然 赫尔巴特 他是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 他曾经提出过就三中心的观点 哪就三中心啊 教师 课堂和教材 所以很显然 答案就是第二个 教师中心论的代表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师生关系的内容 师生关系里边 都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点啊 首先在教育内容的教学上 在教育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形成的这种关系 叫做受受关系 而在人格上 我们又是平等的 老师跟学生 你也不能说谁就高级 谁就低级 那再来看 从道德上来说呢 则是相互促进的一种关系 注意了 道德上是相互促进 你不能够说道德上是平等的 这种对应就出问题了 这就是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展开来看啊 说教育内容的教学上 它是结成受受关系的 那么在这里 什么是受受啊 同学们一定要清楚 受其实就是传受 而第二个受呢 就是接受 接受的这个意思 那么学生在教学当中 主体性的实现呢 既是教育的目的 也是教育成功的条件 可是这个主体性 也必然是在 他接受老师的教授当中 来出现的 对学生的指导 引导的目的是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这也是我们老师 在进行传授的时候 你需要去注意的 你作为传授者 并不代表你是一个灌输者 你的目的依然是 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再来看第二个 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关系 展开来说有这样两句话 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 在人格上 与教师呢 是平等的 而教师跟学生呢 是一种朋友式的 友好帮助的关系 最后一句话 道德上是相互促进 这个千万不要弄混 做匹配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通过 做题来回顾一下 下列关于师生关系的 说法中错误的是 第一个 说师生在教学内容上 结成授授关系 这是正确的 教师指导 引导学生的目的是 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对的吧 再来看啊 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关系 人格上没有谁高谁低之分 这也是正确的 最后一句话 师生在社会道德上 是输出和吸收的关系 同学们想一想 我们刚才去讲到的是什么关系 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即使是老师跟学生之间 老师也有向学生学习的地方 或者说老师在进行教学 在进行跟学生沟通的过程当中 总有一些所得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 绝不强调输出和吸收 这个问题 所以答案应该是最后一个 好接着来我们再来去学习 师生关系的基本类型 师生关系呢 大概有这样三种类型 专制的 放任的 以及民主的 那么如果听过前面的课的同学们呢 我们就应该知道 我们在讲到教师职业角色的问题上 我们曾经讲到过 教师在管理者这个角色上 曾经有三种管理类型 那么他有强硬砖断型 有放任自流型 还有民主管理型 这三种类型我们说了 民主管理是最理想的一种类型 放在师生关系这儿 这三种类型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专制型就是老师说什么是什么 师生关系是一种比较僵硬的状态 而放任型呢 老师根本不管学生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种师生关系非常的松散 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而民主型这种关系 往往是最健康的 师生能够进行平等的对话 能够相互的倾听 那么能够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良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需要一定的途径 那么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做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需要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是教师方面 除了教师方面呢 我们还要看到有学生方面和环境方面 也就是说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它一定不是单方面就能够做到的 但是教师方面则是我们最应该去强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 良好师生关系 首先就取决于教师 也就是说 师与生之间 毕竟存在一个强势与弱势 那么师生关系搞得好不好 它在于你老师这件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那么如果你师生关系处理的不好 如果你们之间产生矛盾了 你去埋怨你的学生 都是因为学生的不好 那么很显然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教师方面应该做什么 书上给我们列举出来了九条 这九条希望同学们都能把它背下来 这是一个常见的简单题 在这里呢就不再一一给大家展开 因为每句话呢都是白话 都很简单 很好理解 只是需要同学们去背 好 那么同学们一定不要忘了 还有学生方面和环境这两个方面啊 学生方面是说 学生你得正确的认识自己 正确的认识老师 其实他就是在强调 学生的认识应该客观 而这个客观与否 也需要教师的引导 环境方面呢 是说我们在氛围上 在风气上 应该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 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 加强学风的教育 如果这些软性的东西 把它建立好了 也是能够促进 师生之间关系的建立的 理想的师生关系的类型 理想的师生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去建立 或者说呢 叫我国的新型师生关系 它的特点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在我们的新客改之后 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如何去判断 这个关系是不是健康的 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 从人际关系上 是不是有尊师爱生的特点 在社会关系上 是不是能够做到民主平等 老师能不能够蹲下来 去听学生说话 当然这个蹲下来 只是一个比喻 意思是说 老师能不能够虚心的 去听一听孩子心里的想法 教育的关系上呢 我们管它叫教学相长 教育学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 那么心理关系呢 要心理相容 只有做到这样 我们说这才符合我国新型的师生关系 它的要求 在这里呢 出简答题 所以希望同学们 你至少要把后边这四个词给它记下来 如果可能的话 希望同学们尽可能的啊 还是把前面的每一种关系都要做出对应 好 我们做个题 理想师生关系的主要特点 包括什么 我们刚刚说过的四个词 我们看看能不能记得住 尊师爱生 有吧 第二个 教学相长有没有呢 很显然也是有的 在教育关系上 民主平等 也是有的吧 而这个互惠互利 很显然 师生关系里边从来不提这一条 答案应该是 A B 和D 这节课学完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节课 我们都需要重点掌握什么 最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 良好师生关系建立的途径与方法 现在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回忆 首先我们在讲到师生关系的概述这的时候 同学们回想一下 这有一个单选题 在教育教学活动当中 哪一种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呢 正是师生关系 而师生关系当中 哪种关系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呢 应该是教育关系 或者叫做工作关系 那么师生关系的内容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如果说在教学上 我们说呢 叫瘦瘦关系 如果说在人格上 是什么关系呢 是平等的关系 如果说在道德上 那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个千万做好一一的对应 考匹配 再来看基本的类型 基本的类型 其实就是三种 有民主型 有放任型 还有专制型 哪种最好呢 肯定是民主型 是最好的 那再来看 良好师生关系 建立的途径与方法 在这儿同学们一定记住 它是分三个方面来阐述的 教师 学生和环境 而其中哪个方面才是 主导的作用 才是决定性的作用呢 是教师的方面 最后我国新型的 师生关系 在这儿是四个词 我们再回忆一下 尊师爱生 民主平等 教学相长 心理相容 那么这节课里边 除了这一道题 是个大题 这一道题 也可以出简答题之外 其他的都是小的知识点 都不难 希望同学们 能够细心的进行记忆 第四章 一共三节课 通过学习呢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一章的内容 理解起来并不难 因为它更加贴近 我们的学校当中 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教育事实 但是在考试当中 却是我们的考题 特别青睐的 这么一个章节 其中第一节课 教师及其职业素养 这个地方 劳动的特点 以及职业的素养是什么 再到最后的专业发展 在这里都是可以出现 从简答题 论述题 这种大题 到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这种小题 都会出现的地方 同学们一定要多加注意 把他们花时间 好好的进行记忆 那么学生这一节课呢 我们需要去理解 学生的特点 都有哪些 能够去做小的客观题 而现代学生观 由于它符合我们 新课改之后的 关于学生的一些理念 所以说在这里 要求同学们 不仅要把他们记下来 还要能够灵活的 加以运用 这就需要同学们 在做题练习的时候 结合这个部分 经常的把它加以运用 最后呢 师生关系 这节课里边 前边的这几个内容 都不难 都是出在小的 单选多选题当中 而如何建立一个 良好的师生关系呢 它的途径与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题 论述题也好 简答题也好 都特别喜欢在这出 同学们一定把它背下来 而最后 我国新型的师生关系 叫理想师生关系的特点 其实一共就是那四个词 而这四个词呢 在我们的新课改当中呢 也有明确的规定 需要同学们 把它当成简答题 给背下来 一起来看第四章的真题 第一道单选 教师职业最大特点 在于职业角色的多样化 亲其师笑其行 听其言信其道 所体现的教师职业角色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句话当中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笑其行 模仿他的行为 那么要模仿老师的行为 听他的话 要相信他讲的道理 那么这句话强调的呢 就是示范者的角色 选择第二个 再来看单选题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应注重因才师教 这体现了教师劳动的 什么性 那么劳动的特点 我们讲了一共有十条 其中我们看到 因才师教是说 根据不同的学生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 那么这就是在强调变化 强调变化 这是在说创造性的特点 答案选的最后一个 好 再来看 单选题 学济明确提出了 师言而后道尊的思想 这反映的是什么 教育观 教学观 教师观 还是学生观 那么什么叫观 就是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教育观 是你怎么样看待教育 你认为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 教学观 你认为怎样的教学 才是有效的 教师观 是你如何去看待老师 学生观 是如何去看待学生 而这句话说 师言而后道尊 强调的是谁的作用呢 很显然强调的是教师的作用 所以说这是在说 如何去看待老师 教师要严格 师言 然后呢 你的这个道理 你所讲的道理 学生才会真正的去尊重它 才能够对学生真的有所帮助 所以说答案应该选择C选项 教师观 好再来看 教师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 在教师的知识结构当中 具有核心地位 最能够体现教师职业专业性质的知识 是什么知识 专业的和核心的这两个词很重要 它就告诉了我们答案 我们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 学科知识 课程知识 学科教学知识 和教学法知识 我们来归一下类别 学科知识其实指的就是你教什么 你要先会什么 比如说你教数学 你要先把数学搞得很清楚 这叫学科知识 课程知识 当我们一旦把这个学科变成了一门课程 那么这里边就已经参入了一些学生 要去理解这个知识过程当中 它的一些规律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去了解学生如何去学习的知识 学科教学知识 关于教学了 就是数学这门课你怎么教的知识 语文这门课你怎么教的知识 就叫学科教学知识 教学法的知识 比如说我们在教学那一章里面 会讲到具体的谈话法 引导探究为主的方法 示范的方法 还有演示的方法等等等等 这些是具体的方法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四个当中 哪个是符合核心地位呢 要选择A选项 学科知识 它是本体性知识 专业性非常强的一种知识 B C D 则都跟我们的教育教学相关的知识 更加的接近 好再来看多选题 教师的行为在学生眼中往往就有放大的效应 教师的身正为范 不仅体现在品德课堂当中 而且体现在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当中 这是由教师劳动的什么来决定的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啊 首先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多选题 只选择一项是不够的 身正为范已经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选项 就是示范性肯定有 但因为多选 它肯定还有别的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 这句话说 教师的身正为范 不仅在品德课堂当中要体现 还要体现在学校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当中 就是说你作为老师 你不仅在课堂上你要身正为范 你在任何时候都得身正为范 因为你不仅是一个授业解惑者 你同时还是一个传道者 你不仅是什么 你还是什么 这是在强调什么呢 强调多 所以说答案还有一个就是复杂性 选择B和C 好再来看一道判断题 从职业分类的角度来看 教师属于专业人员技术人员 这句话对不对呢 它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教师法 94年真正实施的教师法当中 就已经明确规定了 教师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教师呢是专业的技术人员 都已经比较多了